如果问世界上最科幻的武器是什么,莫过于定向能武器了,它没有弹道且抗干扰能力高,在当今世界除了中国、美国和德国研制较好之外,也只有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 不久前印度有个大新闻,据说他们已成功测试了雷射武器系统,重达4吨以上,采用双轴卡车进行运输,雷射输出功率1KW,在实验中能进行36秒的射击,并且穿透了250米外的钢板。 据印度有关媒体报道,他们在实验成功后获得了相当大的鼓励,并计划立即为下一个实验做准备,预计下一次将功率拨大到2KW,并将目标转化为1公里的铁板。 那么你可能会有疑惑,比方说1000瓦到底是个什么? 一般来说超市里面出售的热水壶功率约为1500瓦至2000瓦,换句话说印度这所谓的雷射武器输出功率比热水壶还低。 根据国际研究机构的调查研究,具有防空和反导拦截能力的雷射武器,必须具有超过30千瓦的输出功率才有一定的效用,100千瓦才有破坏力。 目前军火市场上的雷射武器系统一般功率为50千瓦,可以轻松穿透4公里范围内绝大多数无人机的内部构造。 除了上面说的,印度实验的雷射武器系统每次射击都会消耗一定量的化学物质,无论是在发射时还是在发射中功率都相对较差。 如今世界上主要的雷射器是多光束控制,单光束功率超过10kW。 而根据印度这项实验的数据,除印度自己生产的光源系统外,透镜、光束聚焦装置等都不是自己研发,甚至供电装置都是从德国进口的。 印度的实验应该旨在增强该国军事工业的信心,毕竟印度的军事工业和其他国家比还是落后的,但是这一回新闻都公开宣称的雷射武器,莫不是在唬弄印度初中文凭级以下的人。 近年来,凭借超强雷射数毁伤目标的雷射武器,成了世界各大军工强国争相打造的新概念杀手锏,但就当前情况来看,能够将这种酷炫又强悍的作战利器,由构想变为现实的也只有美国和中国而已。 雷射武器引全球竞相研发,上世纪60年代,中国开始涉足雷射武器的研究,如果要问发展至今实力如何。 在2016年5月末,美国军方曾派出一架EA-18巨电子战机,于深夜悄然抵近我国周边海域附近,准备窃取情报信息,可让美军飞行员过后细色疾恐的是,正当他要开始执行任务时,侦察机突然遭到了强雷射数的照射拦截,等到仓皇飞回航母甲板上后,只见这架EA-18巨电子战机的机头外壳已经被严重烧毁, 神光二缔造者林尊奇,还有,美国军工科技的强悍,全球有目共睹,众所周知,美国在很早之前就提出了星球大战这个科技感十足的计划,而这其中就包含著用雷射武器来拦截摧毁敌方弹道飞弹的作战概念,据悉这种雷射武器能够在千万一分之一秒内,爆发出等同于全球变往瞬间功力总和数倍的能量, 但听说,中国神光AI,雷射发射器的功率,比美军的还要高。 截止当前,神光AI,已完成7000次打靶试验,各项性能均已达国际先进水平, 中国雷射技术已达国际先进水平,任何的荣光背后,必定会有人是在负重前行,中国雷射武器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中国高功率雷射技术专家林尊奇的付出, 而神光AI,就是林尊奇用心血培育出来的国之重器,也正是因为神光AI的问世, 中国才在全球雷射领域的激烈竞争中站稳了身子,中国雷射技术已达国际先进水平, 可林尊奇,却因为长期从事雷射研究工作,身上多处都出现了白斑,抵抗力也每况愈下, 平时的靠安眠药才能退出,可即便如此,他从没有放弃对祖国雷射事业的继续付出, 2018年5月28日,中国的追光者林尊奇与世长辞,享年76岁,平凡而伟大,祖国的脊梁,林老走好,人民不会忘记。 诸葛小撤军情观察第2693期,近日,据媒体报道,在诸海航展某海报封面上, 中国又一款压箱敌武器震撼问世,这款武器就是HK5000巨箭载无人机, 看来中国终于不再隐藏这款大杀器了,对此,五角大楼表示, 仅看外形就令西方彻底害怕了,这款无人机具备非常神秘的用途, 那就是将来能够当作航母的无人预警机使用,并且在反潜上也能发挥奇效, 看来这才是中国航母当之无愧的压箱敌武器,在此前, 我国已经发展了许多无人机,但为什么它与众不同呢? HK5000巨有著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其机翼是可折叠的, 并且采用了双前轮以及粗壮的起落架,这些能代表什么呢? 这些都代表了这架无人机,极有可能就是一台建载无人机, HK5000巨的造型也跟其他无人机不一样,它采用了长平直翼以及V字双尾翼, 这样的设计可以让无人机的滑翔性能更加优秀以及有利于提高航程, 图为HK5000巨。 诸葛小撤军情观察第2693期,据猜测,在起飞重量方面, HK5000巨大约为4000千克或6000千克,作战半径达到了2500公里, 喷气式的引擎也让它拥有了更快的速度,更强的突防能力, 配合上2500公里的作战半径,对抗航母的能力将大大增强。 在武器配置方面,根据中船海空放出的图来看, HK5000巨蜥蜴下放挂载了两枚飞弹,根据外观来看, 很有可能是鹰鸡系列飞弹,至于是鹰鸡几遍不得而知了, 图为辽宁号航母。 诸葛小撤军情观察第2693期,对比美国同样是舰载无人机的MQ-25, HK5000巨的性能并不算太出众,但是这款无人机有注重大意义 并不是在性能上有多么多么强大,而是在另一方面, HK5000巨的起飞重量是4000千克,这么小的起飞重量, 单靠滑跃起飞是飞不起来的,只有使用可控性高, 适应范围广的电磁弹射,才能让它飞起来, 那么它的出现,有可能正是代表了我国在电磁弹射方面取得了进步。 除此之外,这架无人机的设计单位是中船海空, 这是一个跟性造航母有关的单位, HK5000巨的出现极有可能代表了我国下一代航母将使用电磁弹射, 我国海军装备日新月异,一切皆有可能, HK5000巨无人舰载机的出现,很可能就代表了电磁弹射技术的进步。 如果这架飞机上线,那么我国将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拥有电磁弹射技术的国家, 并且还是第二个在航母上弹射无人机的国家, 有关歼20和歼31究竟谁更适合上舰, 一直以来都是大家争论的焦点问题, 每隔一段时间,网上就会有歼31取得户口, 空军和海军抢入药的传言, 然而每一次,传言都被证明只是传言而已, 而相比歼31的高调张扬,歼20在这方面则要谨慎得多, 它就像一个寡言少语的技术宅, 在为中国航母事业默默地付出努力, 不过,就在今天开幕的珠海航展上, 中航工业在大荧幕上播出的一个宣传片, 有力证明了上见的是歼20,而不是歼31, 从这张图看,上见的到底是歼20,还是歼31呢? 中航工业发布的这段宣传片时长4分18秒, 画风一感以往八股闻的味道,突然变得科幻无比, 片中各种四代机,舰载机,无针机,运输机,轰炸机, 空天飞行器轮番亮相,而在其中出现的几个镜头里, 明显可以看到停放在新一代中国航母甲板上的舰载四代机, 机头有标志性的压抑,画面确认是歼20无疑, 右边舰载机露出了压抑的一角,这张图,给出了最终的答案, 是歼20无疑,与此同时,纵观整个宣传片,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惊人的变化, 在以往中航工业的宣传片中,歼31总是扮演住十分重要的角色, 很多时候它出现的画面,比正经装备空军的歼20还要多, 然而这一次,歼31镜被压缩到只在接近片尾的时候出现一两个镜头, 而歼20的画面则突然增多,这足以说明有些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整个宣传片中,歼31只这样匆匆略过一次, 而广大网友对这一变化也持有欢迎态度, 明显人一看就知道,歼20在很多方面,不但远远超越了歼31, 即使在全世界,也居于领先地位,用这样先进的飞机改装舰载机, 是人师长情,更重要的是,歼20已经服役,性能和产线也比较成熟, 海军拿到歼20赶载载机的速度和满意程度, 均会远远超出8字还没一撇的歼31, 而广大网友对这一变化也持有欢迎态度, 明映人一看就知道,歼20在很多方面, 不但远远超越了歼31,即使在全世界,也居于领先地位, 用这样先进的飞机改装舰载机,是人师长情, 更重要的是,歼20已经服役,性能和产线也比较成熟, 海军拿到歼20赶载载机的速度和满意程度, 均会远远超出8字还没一撇的歼31,